那么美国东岸在刚刚经历了 飓风桑迪的吹袭之后 不久又再有新一轮的风暴逼近 那么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呼吁说 沿岸地区的部分民众需要疏散 公园 海滩等也会在当地时间 今天中午起关闭至少要24个小时 那么新的风暴由佛罗里达州 往大西洋移动 但它不会像桑迪那么强劲 然而浪潮和强风仍然会向 美国东海岸逼近带来雨水 甚至是降雪 那么对灾区再次构成威胁 纽约以及新泽西州 明天的风速可能最高 会达到每小时80公里 那么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